委託航空船 委託航空船 拘捕 委託航空船 拘捕 拘捕 要請問中參議 目前我們指出這麼多問題 媒體上也各種論述都有 那行政院到底有沒有要重新檢討這個計劃案 因為據我知道 審議委員會他們對每一個 人民的陳情案他們都會去審査 我想你們應該也知道 因為他們在整個審查過程當中 任何的陳情案他們都會去看 看你那個陳情的原因是什麼 他們最近哪路考量 那我想 專參議其實大概不太了解 目前都委會審議的狀況 都委會目前只審議人民陳情的個案 個案決定要不要留 要不要拆 但是對於這整個計劃的合理跟違法 的部分都委會目前都沒有審議 這部分我想是 行政院的權責 行政院已經在裡面有專案小組 因為裡面有專案小組嘛 我們這麼多指出違法不合理的地方 專案小組要不要重新檢討這個計劃 他們應該會審議會考量這些問題 這我就沒有辦法回答 這我就沒有辦法回答 好 中央參議我們也知道 參議基本上成績也是有限 今天我們是第一次來到行政院 把我們的訴求 中央參議能轉交給我們行政院的高層 讓他們知道 航空城區內 是有人的有家的 有人民生計的 你們現在這個案子就是要迫害他們 要剷除他們 請你們深刻的記住 請到那個 請 請不要 把我們的謀生能力 請不要把我們的謀生能力 給毀掉 因為這個徵收案 他直接就斷了我們的深入 現在只是一隻運倒 後面還有許許多多 賣菜的 賣豬肉的 賣飲料的 我們經營好幾十年 我們經營了好幾十年 才有的 才有的一個商譽 才建立起來的一個生意 好不容易一個月可以賺個 五六萬七八萬這樣 可以過日子 可以繳貸款 可以好好的生活養兒育女 請不要 用這個草率的徵收案 來斷了我們這一群人的深入 謝謝 謝謝 違法航空城 違法航空城 撤案退海 撤案 我們現在要先講一下 這台子飛機 他是白色的 可是他上面沾滿了血 紅色的鮮血 他是我們的仙人 在這邊開墾 我們開墾土地 我們辛苦的累積家業 好不容易在這邊 才可以安居樂業 但是現在政府要有一個不合理的徵收 嗯 你幹嘛 真的 車 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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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